大家好,新闻时间与您分享 东京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附加赛、韩中对阵的首场比赛将于本月8日在韩国经济道高阳综合体育场进行 比赛门票将于5日起正式开售 大韩足球协会2日表示,比赛门票将从5日下午20起在票务网站Interpark上开售 所有观众都需使用手机电子票入场 据悉,足球协会根据防疫政策将入场观众人数限制在1600人以下 并将赛场东侧观众席指定为主场席 将南侧观众席指定为客场席 赛场座位不分等级一律为普通席 售价1万韩元,约合人民币58元 轮椅席5000韩元 为防止各方球迷接触,引发疫情传播 观众将被禁止前往他国区域 就座,也不可身着支持本国球队的服装或携对相关物品购买对方区域门票入场 有克林贝尔教练率领的韩国女足将在主场完成与中国队的首次交战后 于13日下午5时在江苏苏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进行第二场比赛 对韩州女足感兴趣的可以关注一下 谢谢